百貨公司逛到一半 就看到兩三位工作人員 把桌子用力一抬 一隻老鼠就這樣衝出來 往前逃竄 所有人被嚇得趕緊閃開 一名工作人員拿起水桶 在老鼠後面嘴桿 試圖把它攔截在水桶下 店家要處理 要環境改善就可以 他們的環境應該也是 每天都有在清潔 是會嚇到啦 下水道可能沒有 經常清潔的關係 事情就發生在17號中午 高雄某百貨公司 七樓的美食區公共區域 突然出現一隻老鼠四處奔跑 美食區的員工也立刻出動 展開補鼠大作戰 正好是中秋假期 還是用餐時間 來逛街的消費者還不少 目擊有老鼠出沒 簡直嚇壞 最後工作人員成功 以水桶把老鼠困住 只不過百貨公司 美食區的衛生問題 已經引發消費疑慮 對此百貨公司 以文字聲明回應 賣場每天關店之後 都有落實執行清潔作業 另外每個月 也會安排兩次大型清潮作業 事情發生的當下 就馬上派員到場處理 事後也再加強區域的清潔 而高市衛生局十八號 也派員機場 9月17日已捕獲老鼠 並實施公共環境消毒 依據這種是公共飲食場所 衛生管理辦法 還把三萬元以上 三百萬元以下罰還 老鼠出現在公共環境 衛生局依法對業者開罰 而同一層樓 七間餐廳同步機場後發現 部分餐廳地板失滑 還有米粒落成 烤箱烤網污垢等等 多項缺失 已經請業者期限內要改善 靜新聞楊樹 陳珊珊 彩鳳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